爸爸,妈妈和小姨出门之后一直没回来 电话也联系不到了 蕊蕊,别着急,爸爸马上去找他们 喂,沈乐,马上给我定位一下这个手机号 好的,我马上定位 大哥,会不会是那三大家族做的 除了他们三家,我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大哥你别太担心,他们俩暂时应该不会有事 找到了吗 定位在鲁军的地盘 我先把地址发你 鲁军是什么人 他是东周地下二号人物 是东周本地家族扶持起来的势力 果然是他们 鲁军跟元雄是什么关系 鲁军跟元雄向来不对路 双方指剑还经常有小冲突 你通知元雄,马上去木地地等我 今天送他分大礼 你们这帮混蛋,我警告你们 你们如果敢乱来 我姐夫不会放过你们的 哈哈,不愧是东周第一的美女 没想到你妹妹也这么漂亮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抓我们 五年前你是不是救过正家的人 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从来没救过什么人 既然你不说 那我底下这些人就不客气了 什么人 要你命的人 姐夫,他们欺负我跟姐姐 原来就是你小子 找的就是你,还敢来送死 带雨昕和小飞先出去 小子,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本了 秦小姐,不送你们回去 嗯,三秒,你不一起走吗 雨昕,你们先跟陆月回去 我等会就过去 可是他们这么多人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那,那你注意安全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俩过来吧 圆熊,沈董,你们怎么过来了 你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 叶少,秦小姐他们没事吧 嗯,刚才是谁要欺负雨昕和小飞的 你,你不要过来 不愿意说 那我就当你们都有份了 这,这位大人 对,对不起 我错了 求,求求你饶了我这条贱命 今天的事,谁让你做的 是,是赵月辉 我也是听他指令做事 求求大人饶了我 从你冬年头抓雨昕的那一刻 你的命就不属于你了 圆熊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把鲁军的地盘全部收了 他身后的人我会解决 呃,好点 谢谢叶少 叶少 真的要对赵王豪三家动手吗 他们自己想死就成全他们 你安排人准备接受他们三家的产业 明白 六月,我姐夫他一个人不会有事吧 不会有事的,放心 赵我们的人叫鲁军 是东周地下势力的人 三秒一个圆能行吗 秦小姐,别担心 大哥不会有事的 他已经通知了金属的朋友 鲁军不敢乱来 姐夫他到底什么身份 怎么什么朋友都认识 嗯,我也说不清楚 对了 你的身手怎么那么好 我姐夫他一会功夫吗 他有你厉害吗 那个,到时候你还是问大哥好了 我也说不清 陆月,你老实告诉我 你跟三秒到底什么身份 嗯,什么意思 我不傻 从你们俩在云城出现的那一天开始 所有事情都太顺利了 云城雷家可是巨无霸 你们却能轻易救出蕊蕊 然后来东周后不光解决了东泉房产的事 他们还拿出那么多钱来补偿小区的业主 东周大厦的合同还能一天签下来 这些事不可能认识几个朋友就能办到的 秦小姐 这些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你 我跟大哥的身份的确有点特殊 不过你不要误会 不跟你说只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以后大哥会慢慢告诉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